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几个大型摄影棚进行拍摄 摄影棚门口还摆放着条案和香炉 估计刚举行了开机仪式 当时正值中午 去组休息 记者发现基努利维斯正坐在一辆房车前的长条桌前吃饭 他身穿一件黑色衣服 里面套着件他标志性的黑色衬衣 利维斯吃的午饭非常简单 只有一份面条和一杯清水 但沉浸在开机之初兴奋中的利维斯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神采飞扬 动作潇洒 用完仓后 利维斯稍事休息 便精神斗酥地走进片场 这部太极传奇真面目如何 影迷还需尽心等待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